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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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话题很有趣 其实没有人真正关心你 那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刺耳 不过别着急 听我慢慢说完 你会发现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总是太在意别人 对我们这么看 结果导致呢自己非常的累 那其实大家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 根本没有时间一直盯着你 今天咱们就来了 来聊一聊 为什么这种没人关心 其实对我们是有利的 那我们从一个 大家都能理解的小场景 开始说起 比如你去咖啡店 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 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在看我 脑袋里面可能会冒出 很多的问题 我走路是不是很奇怪 我脸上有没有脏东西 这种之类的各种想法和幻想 都会在你脑子当中出现 或者是你去健身房 作为一个新手 你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动作 做错的话 很害怕别人觉得你很笨 做的姿势很丑 这种感觉 名字叫做聚光灯效应 那就是说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 像在舞台上 被聚光灯照着那种感觉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我们身上 但其实大家注意力 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那今天我们就来 深入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首先我们需要具体了解一下 聚光灯效应是什么 它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受到的关注 比实际要多得多 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主角 别人是观众 一直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那实际上大家的生活都很忙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你 比如说当你在咖啡店里 不小心打翻一个杯子 或者是走错了厕所 当下可能会有人注意你 就当下 但是他们的注意力 很快就会转移到别的事情身上 而且大家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 你的小事物 根本不会在他们心里停留太久 那下一点就是心理学研究 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那为了更好的理解 聚光灯效应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心理学的研究 比如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做过一个实验 发现当时 当人们站在闲眼的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演讲台 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关注 远超过实际情况 那这种自我关注呢 让他们感到紧张 但实际上 观众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集中 那再说说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比如你准备了一个重要的演讲 然后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好 被批评 那实际上 很多人可能只是快速扫一眼你的演讲 然后真正关注的 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反应 你不用太担心别人的看法 只要专注于你自己的表现 就很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想分享一些使用的小建议 可以帮助你把这些想法 应用到生活当中 提升自己的内在自由 那每天可以花时间 记录一下自己的成就和进步 这不仅能够帮助你专注于自我提升 还能鼓励你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设定个人目标 设定一个明确的个人目标 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的这些目标中 而不是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 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是提升职业技能 你就把精力要集中到学习和实践当中 而不是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些看法 还有就是练习自我肯定 每天进行自我肯定 告诉自己你做得很好 自我肯定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 减少对外界评价的一种依赖 还有就是要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 社交媒体常常会增加比较多的焦虑 那试着减少使用时间 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实际生活 还有个人成长当中 然后下一点寻找支持系统 那与那些真正支持你的人保持联系 那些关心你啊 鼓励你的人 他们的看法比外界的评价更有价值 那下面呢 可能我会给到大家一些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在工作中这种观念也很有用 比如说你可能会担心 在会议中发言的时候表现不好 那实际上很多同事只是快速浏览你的发言 真正关注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反应 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过度的去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在社交场合中也是一样的 当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你可能会担心说错话 别人笑话你 但实际上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移到 其他的话题中 你可以放松自己并自由的进行交流 因为你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互动 还有我们可以聊一下长远的心理影响 从长远来看 这种观念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减少对外界评价的依赖 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焦虑 提高自信 你会发现当你不再过度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 你的内心的幸福感会明显的提升上来 你会更容易感到满足 也更愿意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焦虑 那这些焦虑通常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过度担心别人的看法 但实际上别人并没有那么在乎我们 通过理解聚光灯效应 可以对减少对他人评价的依赖 更多的专注于自我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 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而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每天努力的变得更好 关注自己的成长 这才是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那希望今天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